干豆腐炖金针菇是一道非常普通的家常菜 要是学会了它呀 你能吃三碗大米饭 让我们一起做吗 首先呢我们准备在水果烧市买回来的金针菇 给它切掉根部 再用你的左手给它撕成细身 再准备我们东北的干豆腐 给它切成细细的粗身 再准备一小流酒店给它切成菇喽 起锅烧水放入干豆腐金针菇下锅焯水 焯好有老鼠备用 起锅烧油放入葱蒜干辣椒 生抽蚝油 榨出香味以后加入两层清水 放入焯好的干豆腐金针菇 来点老抽调个颜色 咸鸡尖十三样调口 再放入咱们提前泡好的粉条 跟韭菜段 咕嘟一分钟以后啊 够露一层包包的水淀粉 再放入蒜末 串椒段 椒露叶油 就可以开吃了 大哥大姐们啊 阿豪主意更新了四百多道家常美食 如果您一次双鸡都没给过我 今天就给我一个吧 感谢您了 阿豪主意更新了